然後呢 矩陣力學就是量子力學的其中一個版本 那它本身有點抽象 不太好理解 所以海森法後來想出了一些大家比較好理解的一些說法 其中一個就是所謂的不確定能力或大家所知道的測度的原理 那測度的原理其實海森法的想像是說 我現在如果我要去觀察一個電子的位置 我可以想像說我要用一個頗長很短的光子去看這個電子 那因為我波長越長的時候呢 那個就好像老花眼鏡其實看不清楚 因為那一次海蓋的範圍太大了 電子太小了 你看不清楚電子在哪裡 位置的不太準確的 是不準確度太高 所以如果你用越短的波長呢 你才會看得越清楚 可是你越短的波長 根據前面的說法 波長短的時候頻率高 然後能量就高 動量就大 光子的動量如果大的時候就會去影響到電子 就會打到電子 電子的動量就會不準 因為它被影響 所以就是說你要看得越清楚 位置越準 結果你測到電子的動量越不準 所以你把位置的不準度跟動量的不準度相乘 它會大於5個最小的值 好 那這個叫做測不準遠離 或是不準確遠離 不確定遠離 那它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就可以讓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這些我們用真實的東西啊 去做測量的時候會產生這些問題 但是這有點走過頭了 為什麼呢 因為實際上 量體力學員所講的不準確性 跟你有面去做測量其實沒有時間關係 它那個不確定性是本質性的 也就是說實際上它本來就有一個不確定性 它跟前面講的玻璃二相性其實是同一件事 就是說它又是波又是粒子 它就會有這個不準確性 那這邊牽扯到現在的負數跟項目 我想這個我先探望 因為這個太數學了 那我們只要了解一下就是說 薛定格呢 他後來呢 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 這個原子物理的這些問題 他研究了這個 De Broglie的物質波之後呢 他有一次給了一個報告 然後給了報告之後 台下的聽眾裡面有比他 這個資深的人 給他一個建議就是說 你這個De Broglie的物質波呢 太過簡單了 你如果真的要去研究這個波的特性的方法 你應該有一個波動方程式 所以薛定格就聽進去了 他就去尋找這個所謂波動方程式 後來被他找到了 找到的就是所謂的薛定格方程式 那這薛定格方程式呢 你如果用在空間裡面把它寫出來 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分成實變性的跟非實變性的 實變性薛定格方程式主要在解說 你一個物理系統的這個波含住所隨時間演化 那非實變性的薛定格方程式主要在解呢 就是說 我現在比如說我 氫原子也好 駭原子也好 我想知道他哪一些能接存在 解那個能符的問題 用非實變薛定格方程式 那事實上非實變薛定格方程式 可以從實變薛定格方程式推導出來 好那前面這個都是明確的寫出這個 微分方程式的樣子 那他可以有一個更抽象的寫法 寫成下面那兩個樣子 那這個是這種符號叫做 Directed Notation 叫迪拉克符號 那將來大家上大學之後應該有機會選得到 好那 好那 在這些 薛定格方程式也好啦 量子力學也好裡面 不管是矩陣的表達方式 還是微分方程式的表達方式 像薛定格方程式這樣 他裡面都會一套共同語言 叫做operator 算符 你們如果高中國中時候 學到operator這個字的時候 你可能會學到接線生或者總機 含總機 總機對不對 operator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 我們operator是做什麼用的嗎 在物理上operator的意思是 我可以拿它去乘到波函柱上面 然後呢 把它變成另外一個東西 比如說 動量的三個分量的operator 就是這些微分 這些微分就是去微分這個波函柱本身 那微分的波函柱本身呢 通常我們一個函數被微分的就會變成另外一個函數 可是呢 你把它微分之後 跟原來自己的函數成正比 如果你很幸運的找到了這種函數 那這種函數呢 就叫做本真函數 就是這個operator的本真函數 就是這個operator的本真函數 那這個成正比的這個比值呢 就叫做本真值 叫做Igon value 那找本真函數跟本真值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就像矩陣的也是一樣 比如說 我通常矩陣如果去乘上一個值的矩陣的時候呢 它會變成另外一個值的矩陣 可是 如果你選的某一種值的矩陣選得非常好 它有可能矩陣成了這個值的矩陣之後 得到的結果呢 是跟原來這個值的矩陣成正比的 那個比例係數就是本真值 好 那我可以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雖然你不知道operator怎麼寫下來 但它的確是一個operator的概念 比如說這個蒙娜莉莎 這個圖 我來做一個動作就是左右翻轉 左右翻轉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假設你看這個紅色的箭頭它是朝上的 你在左右翻轉的時候 因為它是中心軸 它根本沒有被翻轉 所以翻轉的時候它保持圓狀 可是黃色的箭頭呢 翻轉之後會變成相反的方向 對不對 然後橘色的箭頭翻轉之後 它會變成一個另外的方向 好 那 以IgonvarioIgonvacor的語言怎麼說呢 就是說 以紅色的箭頭來講 它是一個Igonvacor 它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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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沒有寫本真向量 你可以看的叫做本真向量 紅色箭頭就是一個本真向量 它的本真值是1 因為經過變換之後 它跟原來一模一樣 所以那個係數是1 好 然後呢 黃色箭頭呢 也是一個本真向量 但是它的本真值是-1 因為它剛好變成它的相反 變成一個負號 但是橘色箭頭就是根本不是本真向量 好 好 那下面這也是一個例子 好 我是做一些拉拉扯扯的變換 好 斜了 然後紅色的箭頭一樣是本真向量 但藍色不是 好 好 那 那如果你找到這些本真寒數的話 那本真寒數的長相就會像剛剛講的那個托伯泰的 就是它會變成就是有些固定的形狀 這些固定的形狀就會對應到固定的能量值 OK 那那個能量值就是本真值 好 好 那 狄拉克的東西再來更厲害了 這狄拉克自己聽了海森堡的部分的結果之後 就自己把量子力學建立起來 然後還可以把海森堡跟薛定格的量子力學版本統一起來 然後他自己就推出了所謂相對論性量子力學的版本 可以說明這個高速運動的例子的行為 好 那這個東西後來變成一些後續的這個 粒子物理研究的一個基礎的方程式 好 那細節我就先不講 總之就是說 宣定格原來的那個宣定格方程式呢 是非相對論性的 那你把相對論考慮進去之後 用滿足量子力學的時候 你推出所謂相對論性量子力學 那其中一個基本方程式就是 狄拉克方程式 是說明電子的行為 好 好 那前年講的這些東西呢 就是說 我們講到什麼波函數啦 這些 宣定格當初 寫下宣定格方程式 寫下波函數 解氫原子的能譜 艾根菲魯 艾根方訓 等等 但是他 宣定格並沒有搞懂幾率究竟 波函數究竟什麼意思 真的把波函數的意思搞懂的是 這個比他更老一輩的前輩 那個帆斯波王這個人 波函呢 他是 這個搞懂了這個什麼意思呢 他說那個波函數的絕對值平方代表的是幾率密度 好 幾率密度就是說 我單位比積分到的幾率 我如果對這些 通通把它積分起來的話 我就會得到總幾率之一 好 那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講 比如說 剛剛那個雙峽峰的實驗 電子 好 那我如果計算這些地方的電子出現的幾率密度的話 我就會知道最後電子 落在哪裡會多一點 哪裡會少一點 好 但是我沒有辦法預測 單的電子 他就一定會跑到哪裡去 好 那 這個圖呢 就表示這個波函數本身在時間上演化的情形 好 右邊的圖就是 他的絕對是平方側的大幾率密度 嗯 這個是相當於harmonic oscillation 就是這個 如果未能是減結正式的形式的時候 計算的 波函數會長這樣 好 好 然後我剛才講到說 這些 呃 什麼波模態呢 其實就對應到化學那個 這個鬼域的問題 好 也是解釋了所謂的化學界 那我這邊稍微提一下 就是我從前在臉書上也有分享過 就是 星星為什麼會就是五角形 好 大家有沒有想說 天空上的星星 為什麼是圓形 不是五角形 好 同化裡面的星星是五角形 可是你真的看 天空上的星球 都是圓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你能夠做出奇心怪狀的東西 通常都不會太大 好 就是說 你 你 你比如說你一隻餅 你 你這個 一瓶水 或是 一顆鈕扣 它要做成什麼形狀 基本上都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它依據的是 化學界 什麼這些東西 可是當你一個東西很大的時候 它通常它的吸引力 就不是來自這些 化學界 它是來自比如說 電磁力 重力 這些東西 那電磁力 重力這東西其實沒有方向性 可是在各個方向它都不自然 所以如果你一個東西很大的時候 它結構型是鬆散 那它鬆散的時候 你受到重力的這個吸引的時候 基本上只能形成一個球形 那跟球形的偏離 基本上只是來自於說 它因為有旋轉 有點靈性靈子的東西 照著它形狀 稍微有點貼差 但是你不會看到一顆 像太陽這個大星球 長成一個五角形 好 長不出五角形看 因為五角形它如果有那些角色出去 一定會被重力拉回來 好 但是如果一個東西很小的時候 它很實 它就會有機會生成奇形怪狀 好 那這些奇形怪狀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就是化學線 就是鬼域 那這些化學線 鬼域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波氾 就自己跟自己疊加 自己跟自己干涉 就會跑出這些奇形怪狀出來 好 那 好 這細節我就不講 我剛才有講到說 電子 它 或者是光子 右邊的是電子 左邊的是光子 好 你都可以用 數學方法去表述它的狀態 好 比如說 呃 一零這個代表自旋向上 好 零一代表自旋向下 那如果是數字不一樣 就是疊加轉開 那光也是一樣 比如說一零代表水平偏正 零一代表千值偏正 然後如果是一一 就代表四十五度偏正 一負一就是一百三十五度偏正 然後其他的就是 其他的就是 其他如果含一個虛數的 這代表原偏正 就他的那個 呃 電腸子 繞圈圈的 好 那 好 所以我們這邊回到這個 量子力學的重量概念呢 是 一個物理系統的狀態 是由波函數 或者鈦向量 就是像剛剛講的那些 矩陣去描述 狀態的演化是確定格方程式決定 好 那確定格方程式裡面 有一個叫做H的東西 H就是代表能量的算符 那H的本真鈦 就是他的那個 呃 被H所成之後 如果跟 呃 自己成正比的 那種波函數的 叫做本真鈦 啊 或者本真降量的話 那 在演化中 他只改變效果 不改變機率分度 他叫做 stational state 就是定鈦 那任何可測量的物理量 都有對應的算符 測量他的本真值 測到就是本真鈦 那本真鈦 那本真鈦 構成完全極 就是 你任何的狀態 可以寫成本真鈦的別項 那 你每次測量的時候呢 他就會跳到某一個本真鈦去 比如說 我要測光子的偏正 就會跳出某個偏正出來 我要測電子的次旋 就會跳出spin up或spin down 就會是固定那樣的結果 好 那量子力學 還有不同的描述方式 前面我講的 很講的是 薛定格跟凱生堡 那 比他年輕很多的 呃 也沒有 大概年年年年 就比他晚一倍的 呃 沒有到晚當一倍 就是這個 費曼文 很有很有名的 這個 美國物理學家費曼文 他有另外一種 跟 量子力學有關的故事 就是他的量子力學百分 是叫做對歷史求和 好 就是說你好像從這邊A點 跑到B點一個例子 你要知道他這樣跑過來 呃 從A點跳到B點的 機率是多大的話 你就把A到B的 所有可能的路線都畫出來 那每一個路線呢 你可以定義一個東西 叫做作用量 那把作用量放到這個 expotential上面 變成一個那個 向位 然後把所有路徑的向位加起來 得到的東西 就會是 從這邊跳到這邊呢 你的證幅 你把證幅平方 就會得到的機率 好 那這是 第三種版本的量子力學 好 那 呃 你們大概要到 可能研究所才有機會接觸這個 好 當然認真一點 同學或 或許有可能 大學時候自己念念看 好 那總之呢就是說 欸 前面講的是 這一相對認識的量子力學 然後後來呢 就是說 這個 量子力學發展到 到一個地步之後 大家就會開始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電子跟光子作用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統一的 理論能夠 去描述電子跟光子 的交互作用 好 然後後來就是 由這幾個人發展出來 好 那 左邊這個呢 是一個日本人 叫曹永正義蘭 Tomonaga 中間這個叫 Thringer 他右邊就是 費曼 那 他們差不多是 同一個時間呢 發展出了他們自己的 關於這個 所謂量子電動力學的理論 那 當初呢 就是 呃 費曼的版本 跟人家長得不太一樣 所以 當時沒有人聽得懂 但是有一個 比他 小個幾歲的 這個物語學長 前陣子過世的 這叫 Freeman Dyson Dyson 呢 他 同時去搞懂了 Shringer 跟Flyman的版本 然後 把它翻譯成 三個人可以互相 這個轉換的理念 然後就要讓他搞懂了 究竟他們在幹什麼 然後 結果後來 這幾個都等到 奴貝爾獎 結果 Freeman沒有得到 有時候有點 就是 可惜啦 但是 Freeman Dyson 他是一個 全方位的物理學長 他什麼都研究 他不是只研究 某一種東西 那 總之呢 就是從 這個理論裡面呢 像費曼就創造出一種 圖形 這圖形可以研究說 比如說電子跟光子 什麼交互作用 畫出這些圖 當你把圖畫出來之後 你的方程式就會有對應的 式子可以寫下來 比如說 這一條線代表什麼 數學公式 這一條線代表什麼 數學公式 都有一定的規則 你就可以根據這個線 是怎麼排的 把這些數學公式 排列整齊 然後去做 機械式的動作 就可以把這個問題給解掉 就是這些電子光子 不作用的問題 好 然後後來 當這一套語言 繼續發展下去 就會變成後來的高能物理 就是 比如說大家看什麼大腸子 對撞機啊 什麼這些東西 他最初的理論 都是跟這個有關 這個叫做量子電動力學 QVD 然後再來就是 然後再來就是 你們有說 看科普 最容易看到一個東西 就是像這個叫做 糾纏泰與 薛定格的貓 薛定格的貓呢 薛定格的貓呢 是這樣 你說 薛定格呢 雖然發展出量子力學 但他此期呢 他對於量子力學 被解釋成 那樣很奇怪的一個狀態 他很不滿意 比如說 根據波爾的這種 哥本阿根學派的解釋呢 你在測量之前 你不能夠談 這個結果是什麼 那這個有一個誇張的說法 就是說 像大家可能聽過一個故事 說 愛因斯坦有一天 跟他一個同事 在這個走路聊天的時候 傍晚的時候看到月亮 他就問他的同事 你真的相信 我們看著月亮時候 月亮才存在嗎 就是說 如果我不看他的時候 是不是月亮就不存在 如果根據量子力學的話 有這可能 但是愛因斯坦覺得 不相信 覺得這很奇怪 然後 薛定格把這個 一些東西 講得更誇張一點 他就說 好 我假設有一隻貓 被關到一個箱子裡 然後這箱子呢 很深的 它裡面有一瓶毒氣 有一個毒藥 然後有一個鐵錘 如果鐵錘去打破那個毒藥 就會把貓毒死 但是鐵錘要怎麼決定 要不要打破那個毒藥呢 有一個 這個 放射性元素 那放射性元素呢 它有時候會衰變 它如果發生衰變的時候呢 有一個蓋隔技術器 去技術 技術說它是不是有 某個原子衰變 如果有偵測到 就去驅動這個鐵錘 然後鐵錘就去把毒藥打破 打破 打破之後貓就死了 好 那 所以這隻貓被關在這個箱子 綿密未捕 好 那我們平常的想像 就會覺得說 這隻貓 不管光明打開這盒子 它不是生就是死 它一定是 其中一個狀態 那 可是 亮主力學告訴你說 不行不行 你不能說它生或死 你要打開你才能說它生或死 好 因為打開之後的生或死 是Iconstate 是那個 本真碳 是崩潰之後的破喊主 那打開之前呢 是一個不確定的狀態 不確定的狀態呢 它是處在一個疊加態 就是它在生跟死的疊加態 好 你不能說它是生 也不能說它是死 那 那這就很奇怪 奇怪 那 所以呢 它不只是一個疊加態 它還是一個糾纏態 它怎麼說它是糾纏態呢 就是說 包的生死呢 跟有沒有毒氣 糾纏在一起 好 那有沒有毒氣跟有沒有放射性 有沒有放射 糾纏在一起 好 所以這是所謂的糾纏態 好 那 後來糾纏態呢 被講得更 呃 更誇張一些的時候呢 就 呃 艾伊斯坦在1935年的時候 他跟他的這個 呃 合作者 寫了一天 paper 呢 就是說 這種 如果把糾纏它的概念 推廣下去的話 會產生一些 呃 他覺得不能夠相近的結果 好 比如說 兩個例子 曾經糾纏在一起的時候 你要它分得很遠 好 我測量其中一個例子 會立刻決定另外一個例子的狀態 好 那這個 很不可思議 因為 根據艾伊斯坦的相對論 就沒有任何的 資訊可以提光數來反 可是 我測量其中一端 會立刻決定另外一端的話 就變成好像超光數 好 所以這看起來是好像違反這個相對論 好 可是後來 實驗的結果發現 他們的確是關聯的 就是 呃 實驗上真的可以測一對例子分很開 然後呢 這個 我去測其中一端 另外一端的狀態 會立刻被決定 好 那 但是 這個東西很微妙 就是它並不是我們平常都想像的 說 資訊從一邊 傳到另外一邊 去影響到另外一邊 不是 他們這個東西叫做correlation 而不是叫information 好 correlation就是說 這兩個例子之間是有關聯的 好 但是關聯是 呃 你究竟會測出什麼結果 是隨機的 就是你在測量之前 你並不會知道 你會測到什麼 好 但是一旦測到了 呃 另外一邊會同時決定 好 這有點像說 兩位同學 好 我把他分開來做 然後呢 對他們考試 好 然後他們不知道我會考什麼 但很神奇的是 呃 當我考其中一個的時候 呃 另外一個就同時知道答案 好 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好 那 那 這個 好像心電感應 好 有點像心電感應的感覺 好 那這個是糾纏態 好 那 前面講的是比較玄奇的部分 但實際上量子力學有很務實的應用 量子力學很務實的應用呢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裡面是很普遍的 你們所接觸的雷射啦 半導體啦 呃 超導體啦 超流體啦 分子設計啦 這些其實都跟量子力學有異切關係 好 尤其是半導體 好 就是說 這根本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一直在用的東西 如果沒有量子力學 我們就不會對半導體我們這麼多 好 那半導體的很多知識都是當初 從量子力學來的 好 那 呃 當初最早去研究半導體的 這些人 其實也是 呃 海參寶啦 呃 這些人的同子同孫 好 就是說 從什麼索莫菲 海參寶 什麼這些人一直下來 好 就這個一代 一代這樣傳下來 其實 從他們真的就開始 開始戰略 然後呢 呃 有一些這個 呃 逐漸 慢慢走向應用的一些東西出來 好 那 像這個樓形 叫波斯愛因斯坦的鋸呢 呃 他是一個 所謂的鋸觀量子交流的 好 就是說 你可以大量的原子 好 共享一個波函數 好 你可以看成好像大家在那邊的波函數一樣 好 那這個現象其實在 呃 呃 愛因斯坦呢 活著的時候 他對你預測會有這個現象 但是實驗真的觀測的話 是他一九九幾年才觀測出來 好 那得到了諾貝爾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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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